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阿巴迪亚书第一章 十五到二十一节 昨天我们谈到 上帝对以东的三个审判 也提到他们遭受审判的原因 那其实 上帝对以东的审判 跟他们对待 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代 是有相对应的关系 那个对应的关系就在 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出来 耶和华降法的日子 临近万国 这里在谈到是 上帝他一定会有一个审判 他有一天 他要来审判万国 那审判万国当然包含了以东 你怎样行 这个你指的是以东了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上帝一个公义审判的原则 你背叛你的兄弟雅各吗 那么我要使你的盟友 与你一起吃饭的背叛你 你是以为聪明吗 你趁火打劫 在他们最不堪的时候 你觉得很聪明 可以趁这个时候 去抢夺他们的财物吗 那么我告诉你 我让你被欺骗的时候 你欲以无所知 而且你被的盟友 搜刮一孔 什么都没有 这里说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你怎么样对待神的百姓 我就怎么样对待你 十六节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 怎样喝了苦杯 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 且喝且烟 他们就归于无有 哎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 怎样喝了苦杯 这里在原文 没有犹大人 没有苦杯了 在原文应当是 你们在我圣山喝了 这个犹大人跟苦杯 是翻译者加进去的 那前面这个你都指的以东 所以学者认为 这里的翻译应当是 一样 十六节的你们应当指的是以东 你们以东呢 在我圣山怎样喝 那他们在西安山喝什么呢 如果按照耶利米苏 我们说 二巴迪亚书跟耶利米苏 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所以这里喝应当指的是 喝这个愤怒之杯 审判之杯 意思是说以东 他们来趁火打劫 当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 被攻破的时候 他们就趁火打劫 去抢他们的财物 在昨天看到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身手抢他们的财物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就说你还去进人家城门 去抢他们的财物 所以说你们这样做 就是喝了我的愤怒之杯 审判之杯 所以翻译比较好的建议是 正如你们在我圣山上 喝了愤怒之杯 审判之杯 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 且喝且焉 焉就是吞的意思 这里要表达的是 这个审判的原则都一样 面对万国 面对以东都是 他们就归于无有 在西安山必有逃脱的人 前面当这些 被巴比伦侵扰的有大人 他们逃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以东人 他们想说我们是兄弟 你会帮我 没想到居然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 而且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 可是上帝说 在西安山必有逃脱的人 我一定会让他们当中有人可以逃离 不仅逃离外邦人的手 还要逃离你们的手 这是愚民的概念 那山也必成圣 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这里再讲的是一个 恢复跟复兴的应许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为火焰 那么相对于雅各 或者是约瑟 也就是说 这个对照是以扫 以扫家必如睡节 那火跟睡节 一碰当然是睡节被烧了 火必将它烧着吞灭 以扫家必无余生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 这里南地是指巴勒斯坦的南部 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 这里是指巴勒斯坦的丘陵地 因为在往西边是海边 再往东边是山 它是中间的丘陵地 必得菲利斯地 也得以法连地和撒玛利亚地 变亚米人必得基列 这里从地图上来说是指 犹大人应当是从南西北东 好像一个顺时针 重新得回原来的土地了 在迦南人中 被掳的以色列众人 必得地直到撒勒法 撒勒法斯是在西顿以南 13公里的地方 这里是指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被叫做迦南人 好像我是老家在迦裔 我是迦裔人 所以他用迦南人来称 以色列人 在西法拉中 这个西法拉地点在哪里 以色列人没有定论 不太确定 有可能是撒迪 也不清楚 是猜的 但无论如何 这里要讲的是 贝鲁的 他们要重新归回 而且要得回他们的土地 在西法拉中 贝鲁的耶路撒冷 人必得南地的诚意 21节必有拯救者 这个拯救者是负数 上到西安山 审判以扫山 这里就是西安山跟以扫山的对立 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那么这里的西安山跟以扫山 他就成为一个对照 西安山他所指的就是 雅各 被神拣选的雅各 而雅各 他生命的改变在于 他在皮努伊勒跟上帝摔脚 那么我们说 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圣经说他赢了 可是上帝摸了他大腿 握一把 他又瘸了腿 他到底是赢还是输呢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说了 雅各他输给了神 就是他生命的得胜 输给了神才叫赢 什么意思 当他的生命降服下来 他当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的是 他的腿可以逃跑 因为以扫 带着四百个精兵上来找他 那他跟这个上帝摔脚 没想到他瘸了腿 他最需要的腿 居然跑不动了 所以他只能怎么办 他只能依靠上帝 雅各生命的改变在于什么 我放下自己 我放弃我自己的血气 我悔改 依靠上帝 这是雅各 这是西安山 而以扫山是什么 以扫最代表的 就是他渴嘛 为了红豆汤 就出卖自己长者的名分 长者的名分 他在一个意义上 所代表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了 以扫所代表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 这个肉体的本性嘛 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以扫这样 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对抗我们自己肉体 而这个西安山跟以扫山 他就成为一个 好像一个对立的 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 那个画面就好像什么 我们想象的是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来到耶路撒冷 拯救者上到西安山 后来我们当然知道 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受死复活升天 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耶稣就长了王权 直到永远 而西安山跟以扫山 就成为一个对照 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 就西安山得着拯救 雅各得着拯救 而审判一切的邪气和败坏 一切倚靠自己抓局 而不倚靠上帝的 好像以扫这样的代表 我们回过头来看 主要看到第十五节 这里说 耶和华降伐的日子 临近万国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就是以东你怎么样行 你怎么样对待雅各 以色列 上帝 这个他指的是上帝 也必照样向你行 照样 就是说 你这样子伤害 那么我要怎么样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所以上帝在这里 设立了一个审判的原则 在大卫包生的讲解里面 他就提到 上帝怎么审判列国 是根据这些国家 这些统治者 怎么样对待上帝的殖民 那以现金来看 所指的当然就是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包含在新约 一样 扫罗在大马社路上 上帝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扫罗当时逼迫的是教会 可是耶稣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 世人怎么样对待教会 就等于怎么对待上帝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 当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可能我们的环境 是很接纳基督徒 对基督徒很有善的 感谢主 我们相信 在这个群体当中 上帝也会祝福 如果我们在这里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没有见证 我们自己的跋扈造成 假使单纯就是 他们就是讨厌基督徒 对基督徒很恶劣 那么从一个角度 他们对待我们的那些恶劣 上帝也要这样子来审判他们 这当然给我们一些安慰 看起来是他们在恶待我们 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时 我们正在审判他们 求主安慰我们的心 我想神是公义的 他的审判可能会延迟 他的审判可能 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来 但是我们相信 上帝的审判一定会实现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这样看重我们 我们常常有时候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我们好像一个人做基督徒 格外的感到疲惫 感到孤单 但是主你告诉我们 你的眼目藏在我们身上 你告诉我们 世人怎么样恶待我们 你必定要审判 愿意主你帮助我们 做光做眼 使得我们的环境 更多通过我们认识你 使得我们的环境 因为爱我们 接纳我们 以至于我们所处的公事 很好 家庭 家族 都要大大的蒙福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